大家好 今天呢 我們能繼續第六課的文法 那第六課的Lesson 6的文法 上次我們講的是附加問句 那Lesson 6呢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文法 叫做 letter 詞句 然後呢 我們何謂 letter 詞句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letter 的何謂 letter 詞句 那我們說這裡有幾個用法 你要特別注意 那我們先了解一下何謂 letter 詞句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為什麼會有寫出這種 letter 詞句的句子的用法呢 那就是一般呢 當我們寫到動詞 有些動詞出現的時候 動詞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好 我們寫一個簡單的一個動詞的句子 好 假設我說 I love music 好 那以前的文法的話動詞是 love 對不對 這裡是動詞用法 那你的 music 是不是所謂的受詞用法 所以呢 那我們簡單來講 music 是一個受詞用法 動詞後面接的 我們先了解一下 動詞後面接的這個受詞呢 都是具有名詞性質的字 具有名詞喔 名詞性質的字 你會發現 你會就是說 所謂具有名詞性質的 那我今天呢 我不是單純一個受詞 一個名詞 一個單字在這邊 我現在要接的是叫一個句子 用letter 引導出一個句子出現 所以我就不是單純我喜歡 我愛音樂 我知道這件事 你就說 哈 這首歌在播的時候 the music I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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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song 所以呢 這樣子的話就是動詞後面接的 就是這一個受詞用法 那我單純就是這樣子後面接一個 this song 名詞 所以具有名詞性質的字 所以這個動詞後面接的就是一個受詞的用法 好 那我今天呢 我不是單純一個東西 我是有動作的 有事情的 那我變成需要接一個句子 所以我們就用動詞呢 動詞出現 我後面可以接一個句子出現 那你可以 事情可能現在 未來 過去可能都是可以接的 所以像我老師用的是動詞 hope 是不是有希望的意思 所以I hope let let 引導 我們變成用 我們用一個letter letter的詞句就是用letter引導出一個句子 那我們稱它詞句 那為什麼letter的詞句 我們又稱它名詞詞句 我們又稱它名詞詞句 那為什麼稱它名詞詞句 因為老師剛剛是解釋的 動詞後面接的sows都是具有名詞性質的字 所以具有名詞 那我今天不是單純一個名詞在那邊 受詞在那邊 我是接一個句子出來 所以變成這樣子letter引導出來的句子 我們稱它letter詞句 然後在這邊呢 後面這個受詞用法都是具有名詞嘛 對不對 就名詞性質 所以我們就稱它是一個句子 所以稱它叫名詞詞句 所以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letter後面接一個句子 所以稱它letter詞句 又稱名詞詞句 所以記得動詞後面接的受詞用法 今天不是單純一個名詞 而是一個句子 所以是由letter來引導出那個句子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第一句 I hope that Sandy will pass the test 所以我剛剛講 你後面可以接你想要的文法句型 所以我就說我希望呢 Sandy呢將能夠通過這個考試 所以事情還沒發生 我記得未來是可不可以 可以了 所以我就我希望 好 另外一個動詞 I know 我認識 我知道 我們說我知道 that you don't like pizza 老師就簡單照個句子 所以我知道啊 你不喜歡披薩 所以今天人家如果問要吃東西 啊 你都不喜歡披薩 我就不會幫你買了 所以I know that you don't like pizza 所以變成我有letter引導出來 這樣的句子稱它letter之句 那老師括號就表示說 它是屬於可捨立詞 這邊的位置就當壽詞嘛 對不對 我整句話就是當一個誰的壽詞 當動詞呢 no hope的授詞用法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授詞用法 所以只不過它今天不是單純的 這樣子一個名詞很簡單的出現 而是一個letter引導出一個句子 所以letter之句 又稱名詞之句 因為位置就是具有名詞性質的字 所以我們又稱它名詞之句 所以同學接下來誰可以接letter之句 一般很多動詞都是可以接的 所以I hope I know 你看 老師寫了 ask agree believe think feel forget 我都可以接一個letter 用letter引導出一個句子出現 所以我可以說 I feel that you don't like me 或我可以感覺 I can feel 我們是不是 我可以感覺出來 好了 I can feel that you don't like me 我可以感覺出來 好像不喜歡我 因為是看到我都要瞪我或幹嘛 所以我們就有這樣子 feel 是不是可以一樣 可以接letter之句 所以接一個句子 那這個就叫做接letter之句了 名詞之句了 那我們不是只有動詞可以接letter之句 我們的形容詞也可以接喔 好 那我們看 何謂形容詞也可以接letter之句呢 形容詞是不是拿來修飾名詞 所以你今天就把它想成 因為我們說過 他後面授詞的用法 這種用法後面是不是一樣 形容詞修飾名詞嘛 那我們letter之句出來的話 是不是一個稱它名詞之句 所以我用這個sure呢 確定來補充說明 其實這個變成我的sure形容詞 在當它的補語的意思 修飾解釋 當它補充說明說我很確定 那我確定的是後面這件事 所以當補語這邊是當補語用法 所以變成I'm sure that he will get into trouble 所以我很確定呢 他將會惹上麻煩 所以他常用惹事嘛 那就很確定 所以我的形容詞 後面也可以用letter引導出一個名詞之句 所以我確定他將會惹上麻煩 I'm happy 我很高興 所以你們是不是可以這樣接 I'm happy that you can 我好高興我今天看到你來了 對不對 那我就說我很高興你來了 所以我後面接過去式 也可以說I'm happy that you can 所以這樣子接的句子 對不對 是不是一個句子 我不是單純接 因為我們這個不是動詞 所以動詞後面接的就是一個受詞用法 那我這邊形容詞嘛 對不對 所以變成了我的形容詞 是不是要修飾名詞的 形容詞的功能是不是修飾名詞 那我們這邊變成形容詞 我很高興 那高興的是後面這件事情 所以這樣子的話 一樣我都可以接一個letter詞句出現 你就記得動詞後面可以接letter詞句 形容詞後面這樣情況下 我也可以接一個letter詞句 來形容說我今天高興是因為後面這個事情 所以I'm happy that you can 所以高興 H show是我後面高興後面這一個句子 所以高興你來了 所以這樣子的形容詞 很多的形容詞是可以接letter詞句 所以我們說I'm worried I'm worried that I'm worried that you won't can 我很擔心你明天不來 我又可以這樣講worry的 afraid是害怕 so I'm afraid that you don't like the food I make 我也可以說我很擔心啊 我很害怕你不喜歡我煮的飯 所以你可以說letter 一樣都可以接letter詞句 glad的高興 sad的sorry 這樣的意思都是可以這樣的形容詞 接letter詞句 所以我們到時候可以來讓學生多練習 寫一些翻譯題你就會比較知道 所以形容詞後面可以接letter詞句 主詞vindos形容詞後面接letter詞句 主詞動詞後面也可以接letter詞句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letter詞句有比較特別的 情況下是說letter如果當主詞 我們要了解何謂letter詞句當主詞 letter不拿來當主詞 letter詞句 那你的letter是這一個主句 這一個詞句呢letter的詞句 是當主詞是用不可省略 何謂當頭目為語何謂當主詞不語 那我的letter寫出來通通是不可省略 但是這邊的話letter是可以省略的對不對 好那我們看一下何謂當主詞用嗎 好那何謂當主詞呢讓我們看一下 因為你看我的主詞到哪邊 這個是副詞用吧 所以我們先寫到這裡 好先畫到這裡 好那我們看動詞是誰 這一句話這個就是當所謂的當主詞了啦 所以這個叫做letter引導出一個句子 好我們說letter引導出一個句子 然後他在這邊的位置當一個主詞 所以講let change, shout it at me 是這個句子 何謂句子呢 這就是有主詞有動詞 是一個完整的句子 所以我們講letter引導出一個句子 然後我今天這個位置當主詞使用 我的動詞這邊有一個真的真的怎樣 複實修飾動詞嗎 真的傷很傷害我 所以他的意思主詞指說 我呢說Jane對著我大叫呢 我們其實也可以把它想成 看成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一側在這邊 所以表示做他做這個事情 Jane呢shouty at me這件事情呢 真的很傷我的心很傷害我嘛 所以let change, shout it at me really hurt me 所以這個叫做letter 只去當主詞使用 你看動詞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等於說他做了這件事情 真的很傷害我對不對 那我就說了 等於說這個動作呢 這個整個動作是不是可以簡單來看 主詞就是指他這件事情他 那我們也可以把它變成虛主詞用法 虛主詞用法在這邊 it really hurt me 真的很傷害我喔對不對 那我變成我要接letter直句 那這樣子的話呢 letter直句一樣喔都是 雖然在這邊的話 他不是當主詞喔 主詞在這邊和letter也在這裡對不對 那這樣子寫等於的時候 我們也是因為虛主詞這個用法 我的letter也是不省略 所以it really hurt me that Jane shouted at me 所以他指了什麼事情 他真的很傷我 那這個他就剛剛講了嘛 這個他就是剛剛講了 是這一個主要的動作是這一個對不對 所以呢這樣的情況下 你也可以把這樣子letter直句呢 像這樣子呢指事情的話 也可以用虛主詞等於虛主詞來寫 指這件事情 然後在後面來寫成letter直句 所以it really hurt me that Jane shouted at me 所以這個也請同學注意 那letter都不能省略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這邊 這其實已經有一個動詞了 那我們the fact 是不是當他的售詞 對所以這題也有點特別 因為這邊其實有一個 everyone knows the fact 每個人都知道這個事實 可是我知道事實是什麼事實 我話還沒講完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就叫它同位 所以事實呢是哪件事實 是不是同一個指的是這一個 所以我的事實指的就是後面letter 引導出來的句子 我有句子嘛 所以我主詞 我有動詞 對不對 me don't 這題是me don't 所以變成 everyone knows the fact 每個人都知道事實 我話還沒講完 事實什麼事實呢 oh letter引導出來 that the earth is wrong 每個人都知道這個事實 什麼事實 地球是圓的 其實這個也是可以把它寫成表真理 所以如果今天letter 我今天把它寫成這樣子 我去做一句 let the earth is wrong 要當主詞了對不對 然後我們後面會寫is true 那表示事實真理就是地球是圓的是真的 所以這個表示實真理 我們的letter呢 這個都不會省略 所以如果表所謂的letter 我們可以說表示實真理 所謂表一個事實 好像事實上有這樣的事情 或者真理 就是好像有這樣子的事情 表事實表真理的時候 letter都是不可以省略 letter之句都是不可省略 所以剛剛老師唸的 the earth is wrong is true 這個表真理 letter不能省略 然後這個是souls 是不是動詞在這邊 當它的souls 所以我的souls說這個事實 那事實是什麼呢 事實是後面這個事實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說它是同一個位置 同位置 好那另外一個呢 我們看一下 這一個呢 是我們把它看成說 因為在這裡的the trouble 是不是我的主詞對不對 好因為等於說這個其實類似 是有點類似 可是詞訊 因為位置不一樣 今天這邊當首詞 這邊是當主詞 the trouble 是麻煩 這個麻煩 is that 好我們一樣 letter 麻煩 這個麻煩是什麼麻煩呢 哦 那我們要說主詞不一樣 就是說我今天講的這個麻煩 是什麼麻煩 我也沒有講出來 那你怎麼知道什麼麻煩呢 那我們用letter之句 好我們就用letter引導出這個句子 好那這樣的情況下 那這個比較特別 因為這一個letter口語上的話 口語上的話是口語啦 我們說口語 口語上就是我們在講話 這樣的口語的話 是letter是我們是可以把它省略的 是可省略的 是口語上可省略的 所以等於說一般講話其實會省略啦 這樣子講話我們其實會省略一點 那我們就是說 基本上你還是把它寫出來 也是會比較好 所以這一題的話也是同學注意 像這樣的話是主詞不語 他不完全說不可省略 所以口語上是可以省略的 所以the trouble is that we don't have enough money 所以我說這個麻煩 麻煩是什麼呢 哦 我們沒有足夠的錢啊 所以口語上letter是可以把它省略掉 但是我還是建議同學把它寫出來 我們還是敢把它寫出來會比較好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是有 也是有比較特別要寫東西特別注意 這裡有一個最高級啦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最高級 那像最高級這樣子出現的話 我們的letter呢也是不出 也是不可以省略 所以the most wonderful thing is that 所以最棒的事物 我們大家方條說最最最很棒 最棒的事情是 that we will go in 好我們呢將要去哪裡呢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所以哦 最棒的最美好 我們可以說這最美好的事就是 我們將要去環遊世界了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是所謂的 這個是也是算等於說 這個其實都是算這樣的用法 主詞補語啦 所以最高級 而且我這邊還有出現的最高級 我這個有最高級 我這個內成就不省略喔 我這個也是不能省略喔 那像這個情況下 是口語上是可以省略 那老師建議你們是還是把它寫出來 是口語上可省略 是講話的時候多數是把它省略掉 寫的時候像這些部分的letters 只去老師還是建議你寫出來 所以記得這邊最高級 這邊的letters也是不可省略一樣 當古語最棒的是最美好的事是什麼事呢 話都被你講完對不對 所以最棒的事情就是 後面這件是letters引導出來的句子 喔我們家要去玩了 所以我在念一首 letters show the need really hurt me 好虛組詞可以把它看成一個這件事情 所以虛組詞用法就等 it really hurt me 這件事過去是很好 所以你上來的時候沒有家 還是有點迅速過去 所以真的很傷害我 他什麼事情 因為這裡過去是什麼 letters show the need 所以他對我大吼大吵 喔這件事情 喔真的很傷害我的心 好 另外一個動詞後面接受詞了 那我這邊的受詞 這邊的名詞 這邊的受詞 我後面也可以印到一個letter 直律出現 不 等於說同一個位置 同位 所以 everyone knows the fact that the earth is wrong 然後我說過了 那我們再把它 that the earth is wrong is true 所以這個也可以變成一個表示真理 這件事情 這個真理是真的 所以這個letter都不要省略 然後the trouble一樣 我們說過什麼叫鼓語 就是說我的主詞是the trouble對不對 那我沒有把話講完 然後我的主詞是要講什麼呢 那我後面就是補充說明我的主詞 這個麻煩是什麼 所以叫the trouble is that we don't have enough time 好最高級 the most wonderful thing 最美好的事情是什麼呢 that we are going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所以請同學記得 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最好是letter 真的是不要不要省略喔 一定要寫出來 那這個是口語上是會省略 但是我都建議你都把它寫出來 你還是把它寫出來 口語上是講話的意思 我們會把它省略掉 但是在寫的時候 我還是建議同學把它都寫出來 就是把它看成所謂的當主詞補語 多數是我們都是不可省略 不可省略 可以省略的話就是單純的就是letter 詞句當受詞使用 或者形容詞後面間letter直句 這樣的情況下我的letter都是可省略 所以請同學注意一下 一般很多的動詞都是可以接letter直句 那形容詞 你可以說很抱歉 那你要抱歉的是要講說 抱歉後面要接一個事情對不對 那我不是單純只有 我們這邊後面 一般你記不記得 我們形容詞多數有這樣的句子 假設我要說I'm sorry 好那我可以to接原型動詞對不對 I'm sorry to hear that 我很抱歉聽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這樣的句子都可以接 I'm sorry that 然後接詞句 一般形容詞多數會有形容手面 吐原型對不對 或者接letter直句來使用 所以你又記得很多的形容詞 都是可以這樣子使用 動詞也是 所以記得一下何謂名詞子句 就是letter引導出來的句子 所以叫做letter直句 好如果同學這邊還有不懂的話 那我很希望同學呢 能夠跟我在line跟我聯絡 然後或者寫出你有問題的題目 然後老師可以幫你一一解答 好今天就到這裡 第六課就到這裡結束了 好謝謝大家